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法的重写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讲一讲 就是它的定义和它使用时是要注意的问题 也是比较算是比较简单的吧 那么首先来说方法的重写的定义 它是指在子类中重新定义从负类继承过来的方法 继承我们知道这个子类呢 它从负类能够负类那里边能够继承过来它的属性和方法 就是负类的东西除了private修饰以外的这个属性和方法 那个子类它都能够继承过来用 但是呢我们子类就发现负类的这个方法 它是需要改进 它这个方法不好使了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负类的 本来就负类里边有的方法 这个在子类里边重新修改修改 那么这种这个这么一个方式就叫做方法的重写 那么方法重写需要注意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需要注意这下边的三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 重写方法必须和被重写的方法具有相同的方法名称 大家知道如果这个两个方法名称不一样的话 那就不算重写了 这算哪个重写 这就是负类一个方法名称 子类一个方法名称 这是相当于两个方法了 所以说方法名称不一样 这就根本就不要重写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法 第二个和第三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参数和反分之类型必须相同 这个呢我们具体到下边程序里边来讲一讲 下面我们具体程序呢 我们还是看打我们的Eclipse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还是用我们以前那个例子就可以了 不再费时间写了 然后我们以前例子我们看 我们创建这个human的这个类 这个类呢 我把它属性 有个内部属性 有个age年龄属性 它们都有个值 它的名字叫这个 然后年龄是十岁 然后我们想这个类里边 我们想定义一个方法 就是能够输出它这个里边的所有属性 就是show information 输出它的所有属性 然后呢我们写一个system.out 点out.println 首先输出它的这个名字 这次相信大家现在应该差不多都 理解的比较清楚了吧 然后printf printf 我们写 写它的年龄 好我们保存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human这个类里边呢 定义了一个show information的方法 让它显示它这个类里边所有的属性 然后我们知道 student这个类呢 继承了human这个类 继承human这个类呢 就是把它这两个属性继承过来了 同时呢也把它这个方法也继承过来了 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方法呢只显示出了这个name和age 就是你名字和年龄这两个属性 没有显示出来这个student类里边它具有特有的一个分数的属性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需要对这个方法进行改进 想在student这个类里边这个方法也需要把这个分数也同时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这就是方法的重写 方法的重写我们就首先这么写 写一个ant符号 然后overread 我们可以看到overread 然后呢把这个方法名字方法名称再写一遍 叫我们叫show information的方法 然后呢我们看好 这里边呢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呢我们再可以加上system.out.printf 我们把这个它的分数也输出出来 这个也是时今日的形式 好 这个呢我们我们可以换个行 多加一个换行 这个不行 保存 好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student方法里边我们想要输出这个student它里边的所有属性 但是student这里边属性的话呢 它多了一个分数的这个属性 从负类继承human这个类继承过来的这个方法呢 它是显示这个名字和年龄这个 数出来这两个属性 它不属这个这个student里边特有的这个sower属性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student这个里边类里边呢重写一下 就是改进一下这个负类的show information的方法 好我们具体看一眼这个 这个结果 我们先首先用human这个类创建出来一个human对象 然后我们写human 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show information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一眼 好我们可以看到输出这个名字和年龄 这里边也是的我们是这么写的 然后呢我们写了一个我们写一个student这个 student的然后我们创建出来一个学生的这个属性 new student 创建出来一个学生这个对象 然后呢student这个对象呢 再调用一下这个show information方法 我们保存一下 看 哎发现这个方法呢 它就是用 它就输出来一个 它的特有的90 不仅输出来name和age 它也输出来它这个分数 好那我们具体回到PPT里面说 方法重写 注意的问题就是首先方法名称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human里边这个方法名称是show information 那么student这个方法名称也应该是show information 如果说不是这个show information 我们比如说写直接写个show 方法名称不一样 我们保存一下 那么我们看发现它又会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呢 因为它就因为名称不一样了 名称不一样就相当于负类的一个方法名称 它是这个方法 然后子类的又定义了新的方法 它就不能够叫做方法的重写了 这就是第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方法名称必须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方法名称的问题 我们扯向保存 然后下一点我们再看这个方法的参数问题 参数和凡不值类型的问题 这个我们看负类里边这个参数是没有参数的 假如说我们这里边写一个给它写一个加了一个i 这个i一个整形的参数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发现此类重写方法的时候就会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呢 因为参数不一样 这里边子类的参数是有一个参数i 然后呢方法重写的时候呢 没有参数 这就是不对的 必须跟它一一对应 这里应该也应该加一个anti 它就一一对应 现在就没错了 同样的如果说这里没有参数 这是个零参数 这里边加了个参数 这也不对的 因为它没有对应 必须跟这个负类的方法保持高度的同步一致 我们保存 这就没事了 然后呢 还有返回 返回值类型的问题 我们负类的返回值类型 我们保存看一眼 发现它又会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呢 因为它的返回值类型负类的是这个void类型的 然后它的子类呢 是个anti类型的 又不一样了 所以说它肯定又会报错 所以说这个方法的重写 大家记住方法的重写 能说成一句话就是高度的一致 你子类的方法必须跟负类的方法保持高度的一致 负类什么名字 子类什么名字 负类它有几个参数 子类跟着几个参数 负类的方法被重写的方法是什么反位值类型的 这个的反位值类型也应该是什么类型的 给我们看上误会的 哎 现在它就没事了 这就是我们方法重写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 那我们这次的方法的重写这个知识点呢 就差不多已经讲完了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能说成一句话就是重写的方法和被重写的方法 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 就是说甭管它的方法名称也好 还是它的参数也好 还是它的反位值类型也好 就是它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 就能够实现方法的重写 然后重写方法里边 然后它的目的呢 再来注意一下目的 目的就是负类的方法 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子类需要就是拿过来的同时需要改进改进 这就是方法的重写 好 那我们说我们渣瓦已经讲了这十字课了 当初我们讲渣瓦这个目的呢 就是说让大家对渣瓦有一定的了解 有了能够对渣瓦能够入门 我相信通过这十字课呢 大家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栏 已经入门渣瓦了 这期间呢有可能有我讲的不好的地方 和说的表达不清楚的地方 希望大家见谅 那最后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这个渣瓦课就算告一段落了 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还可以跟大家再共同探讨 这个渣瓦和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再见